LAYO 了世界天天的不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高美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的阿拉伯比賽 好 那這場比賽是軍閥三 是塔塔對上哈爾特 那稍微解釋一下 哈爾特已經加入了WES戰隊 那希望NBL他們也可以順便加入WES 這樣哈爾特跟NBL又可以成為隊友 那現在是天才少年跟哈爾特都加入這個戰隊 那現在這個戰隊就只有兩位選手 不知道NBL現在有沒有跟其他戰隊在做洽談 好 我們回到比賽中 這場比賽6點鐘方向 是這個塔塔選擇了高美人 高美人最大的特色是有1次元農田 可以讓他的村民不需要把這個食物採收後 放到城市中心裡面 直接可以獲得食物 那他的打法呢 比較偏向於走這個重裝騎士的部分 那後期呢 可以考慮轉弩炮 因為他有雙重弩炮 那他後期有個問題 沒有火炮 但是有大衝車 所以高美人後期如果需要工程器械 大衝車跟巨頭是作為主線的 那後期有火槍 如果遇到大量步兵的時候 也可以轉火槍系 那高美人比較有一個特殊能力 是房子可以躲村民的關係 所以你的資源點呢 可以多造一些房子 讓你村民隨時有地方可以躲避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位於1點鐘方向 紅色的玩家選擇了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強化教堂 可以讓19個範圍內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而且喬治亞人的刺猴 這個騎馬單位都可以回血 甚至連馬功都可以 那到了電用時代 點下精灌技術之後 還可以減少 這個騎馬的 這個騎士單位的人口減免 所以喬治亞人主攻 還是走這個馬功或是騎士路線 後期呢 雖然有火槍 當然一樣沒有火炮 所以這個性子跟高美人很像 兩邊都是騎士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阿拉伯 這邊的地圖配置 黃金在前面 果子在後方 石頭跟黃金都在前面 這三個地方就有點尷尬了 那這邊要注意看是 副石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撕到 對方如果打 塔弓的話 前面的石頭被封住 哪裡還有石頭可以挖 有一個在後面 所以大家在打阿拉伯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自己的資源分布 如果你遇到A的情況 你的B的計畫 要該去哪裡發展 或是特別防守 哈特這邊是打一個正常開局 九個人伐木 然後是 這裡還沒有升級上去 升級上去了 OK 升級上去了之後 馬就打了一個16P 非常極限的 高美人這邊一上去 點下一級伐木 喬架也是 但這兩邊都沒有點一級農田 至於為什麼不點一級農田 是因為這邊點一級農田的話 肉會可能斷村 讓自己按刺頭的數量少一隻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前期 累積更多的刺頭數量 你在前期會有更多的主動權 而不是被壓在家裡打的一個狀況 好 前期這邊刺頭出來 大家都在想要去秀點操作 好 家裡資源點稍微圍一下 好 這裡有個洞 補了 好 好 高美人這邊也是瘋狂暗漏吧 那至於什麼時候點一級農田 那一級農田要點時機 大概是這個農田吃完錢 趕快再去補下一級農 那撒第二次農田的時候 就可以吃到一級農的加成 經濟就會好一點 OK 那喬架這邊是開始往前推進 後方高美人 總共現在有八隻肉 哇 八隻肉 有點多 哈特這邊 喬治亞 這有六隻 他到這裡目前繼續爆麻 那這邊可以看到 高美人的肉已經突破天際了 支援採收量已經來到了3800 引喬治亞大約300肉的支援 所以這個益吃遠農田 採收食物的效率是非常好的 好 這邊居然還點義工投資 想要直接手撕這些槍兵嗎 但槍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這裡就算要手撕槍兵 至少要點下馬品種之後才可以 這邊直接硬上 賺到兩隻 哈特在這邊的槍兵跟肉馬 還沒有打到任何的村民 兩邊前期都是打得蠻兇的 好 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有交戰 但是高棉一直躲進去 從沒被打到半血 就被收到這個房 房子裡面了 OK 但是這邊還是有成功控到金 喬治亞這邊還不錯 這邊只要一控金 就不能挖黃金了 升級就會受到阻礙 但是現在家裡也是一堆肉馬 槍兵就按到了五隻 這邊也要再繼續按嗎 好 不按了 好 準備來挖金礦 但高棉人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贏了五百支援了 這個農田真的是太猛了 好 這邊高棉可以考慮 開始點下一級農 但如果這邊點一農的話 又會拖到城堡時代升級時間 如果不想要再撒第二輪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自動撒農田的系統給關掉 但是高棉人是不需要蓋模仿的關係 所以他這裡是沒模仿 不用蓋模仿就可以升級 好 這裡圍得起來嗎 完了 哈特 哈特要直接手撕塔套這邊的村民 OK 自己被收了三村 但是這邊打回兩村 但是塔套這邊的村民暫時領先 暫時領先四村 這個是因為呢 哈特有點下輪軸技術 這個研發時間村民會少是正常的 好 這邊槍兵到後面輸出 肉麻這邊一波打架 但是哈特這裡沒有品種一定會打輸 一定要撤 而且人家還有義工 在兩軍騎兵互相打的階段的時候 誰點義工跟品種 誰就有絕對優勢 防禦反而是沒有那麼的 算是重要 就是攻擊力會比較優先的原因是 因為刺猴這種近距離單位 攻擊速度比較快 你的DPS打得夠高 才會更有意義 而不是防禦力 而且是高打地的時候 你加義工比你點義防 這個CP值更高 所以為什麼攻擊力總是會高於 防禦力優先點的這個時間點 好 這邊九隻肉麻 這邊十隻 兩邊都是點了一攻一防嗎 對 一攻一防 但是哈特這邊還沒有防禦還沒好 好 這邊透過買賣 把自己的資源買了上去 現在資源量來說 還是高敏領先 甚至領先快要800肉了 800肉就意味著一個城堡時代的肉量 好 那哈特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最好的方法 就是趕快升城堡時代 這裡肉麻不要再出了 那塔塔這邊升城堡時代 這裡可以考慮不按槍兵 但一上去一定要先升級輕騎兵 輕騎兵先升上去 好 哈特這邊一直肉麻再回血 血量開始慢慢回到了500多滴了 這個自動回血效果 數量一多起來的時候就很有感 這兩隻槍兵還戳到了嗎 OK 哈特現在再繼續圍攻 塔塔這裡 塔塔這裡有兩個洞 趕快補一下 好 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輕騎兵 再點一隻村民 好 這時候喬治亞才點到城堡時代 時代已經慢了很多 但這一波打下去 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這樣不太行喔 但槍兵這裡努力輸出 戳到了一兩槍 正前方 這裡不想要等對方輕騎兵升級再打 所以直接硬上 但是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實在是有點虧 OK 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硬打的話 才可以盡肯的換掉對方落馬 因為一升到輕騎兵之後 哈特這裡就沒有機會了 好 那現在這裡就是完全沒機會的地方 只能選擇撤退 那家裡可能要再補一些槍兵囉 OK 家裡有在補槍兵 那世紀帝國前期的阿拉伯地圖 打法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非常的殘酷 只要有個細節沒做好 就會變成骨牌效應喔 連環島 那這邊目前兩邊的打法細節都做得非常優秀 像哈特剛剛一般人來看喔 都會覺得 欸你怎麼這麼送啊 在人家城鎮中心下面跟人家對打 但他不對打的話 等等變輕騎兵 那就真的是毫無波瀾了 毫無機會喔 所以喬治亞哈特剛剛那一手 看起來勢在雷 事實上我覺得他打得非常好 好 那哈特這邊城堡斯大也升上去 那這裡也是要先升輕騎兵 那之前我們頻道有在講 最近的職業賽事裡面喔 大部分的馬國玩家都會選擇洛馬開局 因為洛馬很容易在風景時代打到數量很多 然後接續輕騎兵的一個做法 那城堡斯大當時也可以按騎士 但黃金不夠的話還是會慢出一點 甚至你出一堆肉馬 對方的修道院也不會那麼早下 因為畢竟他出修道院 很有可能去撿生物 結果中途就被你攔截了 而且本身輕騎兵又可以抗招翔 傷害的話 如果點下輕騎兵一攻攻擊力 還有這個7加1 8點傷害 打村民也是要5下左右就可以打死 好 這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兩邊都是輕騎兵開局 槍兵走到後方 沒有東西可以打 高敏這邊可能是要選擇奴炮路線 這裡沒有黃金 奴炮點不下去 先按了一隻僧侶 喬治亞這邊也是找個機會開城鎮中心 不在了後方的位置 喬治亞這邊地圖看起來是非常糟糕的 黃金兩個都在前面 這塊金也是在正前方 先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那待會兒喬治亞黃金部分 還要施手住的關係 待會兒還是要往野外開城鎮中心 可能會比較好 好 現在是喬治亞8人挖進 挖的人數不多 所以還是在採木頭跟食物 好 打到這裡 小心 騎士會被招走 有生旅的話 還是可以給到騎士一點壓力 輕騎兵的話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這裡也有城鎮中心 兩邊都是打一個 騎士硬撞 但是這邊騎士數量明顯有少 輕騎兵數量不太夠 好 左邊一個多線 這邊想要突破 有機會嗎 這裡收村 反應很快 沒有機會 奴炮出來 串燒 但是奴炮第一時間就被砍掉 好 這裡其實有點沒有空好 這隻肉馬 直接漏了一大屯的肉馬在後面 這一波哈特 開始多線進攻 但是兩邊都沒有死傷村民 尤其是塔套這裡 收村收得非常好 好 這邊槍兵過來 直接硬撞 用肉馬直接去解嗎 哇 肉馬解槍兵 來了 直接硬吃 不管了 槍兵先解掉再說 好 槍兵全吃 哈特這裡 暫時沒有問題 可以繼續開農 好 到這邊 繼續用肉馬 加上騎士生女的組合 防守反擊 好 後方這裡 又要小心 就是一個多線 好 這裡招翔 高打滴 完了 升旅要倒了 再倒 搞定 輕騎兵果然還是輕鬆屌打 升旅 但喬家 雖然一直在進攻 但村民術有明顯落後 67村打58村 但是領先一個輪軸技術 所以目測大概現在是15 5村左右 好 第三個城鎮中心 也補下了 前期的溜馬 兩邊真是溜得很精彩 一般的四季地鼓 是看不到這種 一直溜馬 一直爽的畫面 通常可能就是一波就帶走了 但沒想到 塔套這邊防守得非常nice 打到28分鐘 才又被殺了一村 好 第二村也被拿下 這次多線終於有打到多西了 才剛誇他說防守得很好 結果就被抓掉了 這真的是 東方神秘力量 講那個字 文 一講出來 變之有沒有 好 右邊騎士 撞肉馬騎士 然後後方有勝旅 有勝旅就拉開 不硬打 畢竟喬架這邊是2TC 第3個TC還沒有補下 好 馬救的部分 這裡是兩個 繼續出馬 好 這邊利用高打低 逼退的對手 這個有機會喔 挖回頭 回頭斷招響 招騎士 啊 電哥如果 沒有斷招響的話 繼續招騎士 可能就招到了 因為這隻騎士剛剛失誤回頭了 可惜 他到這邊有點尷尬 三驢一直被擊殺 雖然3TC農上去 寸數還是領先 但是現在 還是一直被壓制的狀況 喬治亞這邊 因為自己有壓制的優勢在 往外出 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在中間的位置 喬治亞的主力呢 還是這個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 是相當有優勢的一個兵種 造價便宜 而且傷害極高 而且近戰防御率又很高 所以打騎士對打 莫娜斯帕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但是莫娜斯帕最大的問題 就是城堡的產能問題 要挖出非常多的城堡 才能穩定生產莫娜斯帕 前期還是要靠肉馬跟騎士 先去撐場 撐到後期 才有機會 轉出大量的莫娜斯帕 好 這裡三隻勝率 這裡有非常多的騎士 13隻騎士 對上12隻 9隻肉馬 10隻肉馬 神算思想補下 現在看起來 哈特這裡是比較穩一點的 兩隻勝率在後方 但是這裡有高地優勢 如果反打的話 可能還是會輸 有人在這邊騎士數量太多 還有槍兵在後面 輕騎兵往後繞背 想要收掉勝率 OK 兩刀砍死一隻 神聖思想還沒有研發好 好 兩隻勝率 再走出來 開始操翔 但是哈特這邊反應 還是蠻快的 有拉走 但是勝率沒有斷招翔 這兩隻騎士還是要被招翔掉了 好 這一波算是哈特的小小失誤 現在騎士數量兩邊都越來越多 高冕人這邊的支援量 還是領先1000支援 這個依次元農田 獲得肉實在是太優秀了 好 這裡高冕人 先點下了步兵鎧甲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原來自己的騎兵數量 已經開始明顯有變少 如果不趕快轉出槍兵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這邊轉變的時機非常好 OK 前方騎士數量不夠 後面騎士繼續補上 槍兵在後面防守 但勝率第一時間還是被砍倒 勝率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喬治亞人在正面一致排開 後面槍兵繼續補上 這邊槍兵高打第三 非常痛 右邊的騎士直接被戳成白癡 後方的弱馬 對上這些槍兵無可奈何 塔超利用轉兵 打出了一波很好的會戰 好 這根城堡蓋起來 就有機會 但是哈特這波槍兵 肯定是要往前送 就算你城堡蓋好 也是要送 只要能多換你幾隻騎士 我就是賺 那哈特這邊可能要趕快往回拉走 會比較好 用這個城堡 趕快去把槍兵射掉 哇 這裡騎士血量都很殘 哇 看一下這個血量 哇 1400滴 只剩下400滴的血量 大部分都殘血了 哇 這個絕對不能送掉 還好喬治亞人馬會自動回血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點血量 還是有機會可以全部補還 塔套這邊擁有了槍兵的優勢之後 這裡也可以開始挖城堡 開始嘗試去控圖 那這邊塔套是可以 考慮把石頭挖起來 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高地堡 壓這個位置 可能也不錯 這波騎士抓到非常多的村民 塔套這波終於抓到了大量 採集的村民 哇 這裡史上大概有 快要10隻囉 地上都是村民的屍體 98村對上110村 兩邊的村民樹開始拉開了 但是塔套這裡還沒有守推車 甚至連輪走都沒有 喬治亞這邊則是有守推車 但是現在單出騎士是打不贏的 還是要轉一下槍兵呢 喬治亞槍兵路線 甚至比高冕仁還要強 畢竟有這個三級步兵甲 高冕仁只有二級而已 但城堡時代兩邊都是一樣 好 這裡面摩達斯帕 開始想要突破重圍了嗎 但是摩達斯帕 遇到槍兵也是有點 有點頭痛啊 被戳爆了 好 摩達斯帕慢慢出來 後面槍兵陣 用騎士直接硬吃嗎 感覺不太OK 後面騎士都是殘血的騎兵 並不是滿血的 這裡打一打之後 感覺塔套後排這一堆的騎士跟槍兵 還是賺到了非常多的甜頭 哈塞這邊肉非常爆炸 有1000多的肉 但是城堡已經蓋好兩棟了 哈塞 塔套果然是要來這邊蓋寶 這邊蓋寶趕快進攻 後面騎士流進來 左邊方面沒有東西 現在這裡暫時回血一下 後方騎士開始慢慢聚集起來 這邊補下了槍兵 OK 果然也是要轉槍兵路線 好 但帝王時代先補一下吧 腳架槍兵路線 莫娜斯帕配幾兵 是一個很好打 駱駝國 或是打馬國的一個策略 好 高免的槍兵過來 這裡要硬打 哇 硬吃硬吃硬吃 槍兵亂搓 正面扛住 莫娜斯帕之力 高打滴 威力太猛了 OK 又順利解掉了一波交戰 但是這根城堡已經爭取到了夠多的時間 可以順利蓋好 這個城鎮中心可能有點危險 而且這個也是 哈特爾這邊的附金礦 好 但是後面有一坨輕騎兵衝了過去 開始走BD路線 右邊這裡又一波兩隻騎兵開始出發 好 在你打我正面的時候 我的側翼也已經開始進攻 敲架 這邊已經開始經濟反超 正面一波打鬥又展開了起來 這邊槍兵按了15隻 但是還是斗力啊 沒有升級到重裝長槍兵 但是不用重裝長槍兵 也是靠著莫娜斯帕之力 順利的收掉剩下的騎士跟槍兵 莫娜斯帕現在攻擊力12加4 16點的傷害 太可怕了 這個根本就是4個生物的立陶宛的騎士 才有的傷害啊 城堡時代史最強的就是立陶宛跟莫娜斯帕 OK 這裡招牆到一隻騎士 高敏點下的前程 但這個時間點點前程似乎有點太晚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喬治亞剛剛一直沒有用生女往前壓 反正是高敏這邊是用生女去壓制喬治亞 好這邊帝王斯帕點下之後 先點一個彈道學二級農田 這裡巨型投石機趕快按 這裡也可以趕快按 但是這裡塔塔已經打出GG 我們恭喜哈特拿下比賽勝利 哇哈特這一波喬治亞 神帝王時代直接勸退了高敏 高敏這邊雖然用大量軍隊壓制了喬治亞 但是喬治亞這邊的莫娜斯帕一成型之後 槍兵也很難擋得住 除非要更多的槍兵才有可能 但是後期的槍兵也沒有三級甲 打起來也是比較虛弱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人 拿到資源上勝利 首推車之力跟輪軸技術都點的非常早 點的時間都是相當關鍵 所以資源量一下就提升起來了 那哈特這邊的重點大概就是這樣 那塔塔的部分 我覺得最關鍵的應該是輪軸技術沒有點 如果點個輪軸跟首推車 經濟一定就會非常好 但是有時候太專心打架 會忘記這些經濟科技也是蠻正常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我們下集完 請記憑 一看 我們下集完